今后不要在我妹妹身上打歪主意 否则我绝不饶你 明白 还有 把杨建秋调离心态部 为什么要搬家呀 这个地方是你住的吗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租得起这种地方啊 我为了一己的私心 很有可能会酿成大错 你来银行这么长时候了 成绩有目共睹 于公于私这钱都应该给你 我心领了 但我哥说了 拿了这钱就是犯法 您收回去吧 你们私底下找人 查案可以 跟我打声招呼 你们是觉得您不会同意的 在你们眼里 我就是一个老顽固是吧 你无论去打都是我的师父 出去 这万母杀局员吧 我觉得就是一幌子 根本没有万母 我觉得顶多也就是拾木 你醒了你啊 怎么了 立了大功了啊 真的 周局同意我们继续调查下去了 所以在此期间最关键的 就是要保守秘密 任何人不能把消息败信 王总您不仅是在商场上杀伐决断 这生活的品位上 也是独树一帜啊